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就跟老板沟通或是跟跨部门的沟通会是一个压力的来源 对吗 对那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 能听彼此所有时间跟理解时间记得很省 那你怎么样在很快速很简短的时间里面 就让双方可以有一个互相理解 然后抓到这个重点就是一个真的是功夫 对 尤其老师过去的工作其实都是在身处在男性的环境当中 对 比如说什么严院 我们在女生族和在很多长辈或是长官的职场环境 但还可以跟各种各个部门同事平起平坐 长官平起平坐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老师你觉得你怎么样透过新制度 能够帮助自己 帮助工作人职场人可以在沟通上面有很大的进步跟进展 好 第一个因为男女偏好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跟主管的背景姿势也不太一样 没错 尤其是社会新鲜人在跟主管沟通 其实主管已经站在100公尺这样的高度的位阶在思考跟看事情 但我们还在底层 我们是看不到主管的风景的 要去想象也很困难 所以我就会要求我自己 我应该要先从底层的这些线性思考 慢慢的变成可以像主管一样 见数又见零的思考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大量的绘制新制度 来帮助我做全面性的一种沟通 让主管能够理解 也让我能够精准的掌握 主管他的表达的核心概念 而且他会有一种上帝视角的感觉 对 对 所以在沟通上面其实大家真的也可以利用新制度 老师你可以简单的示范给我们看你是怎么做的吗 好的 像有时候主管会交代我们一些事情 他可能也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或者主管自己也没发现 他并没有想得很清楚 他就先交代再说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范例 像主管交代一件事情就是 他希望能够针对第一个小组 利用粉丝团来帮公司做一些宣传 可是第一小组年龄偏大 他们比较不会用这些科技化的3C的平台 那必须要教导他们 那你要去办一堂课出来 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说 好像会有很多的问题点 可是我不会第一个时间马上来回问主管 第一个是主管忙 第二个是主管可能也没想清楚 那就我来先帮主管想好了 所以我就接受了指令之后 更确的理解 再来就根据这张Mind Map新制图 我就会诚心再画一张 那第二张新制图就是把我想到的 可能会有问题的地方 或者是想建议主管的部分 或者是要请主管下决定判断决策的部分 我全部都列出来 那拿着这张新制图跟主管沟通 那主管就会一目了然 我在想什么 然后他应该要想什么 他要在哪些地方做决定 我们两个彼此沟通 就不会有所谓的故级产生了 就有共识 对 这样的效果会让主管觉得说 我没想到你都帮我想好了 你真的是很认真工作 而且你这样拿过去 比如主管会觉得哇你这个工作效率很好 然后又想就感觉做很多事一样 而且这个方法确实是可以学起来